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不怕 因为你知道吗 通常搞笑的人 你本身一定要心里的幽默 你知道通常搞笑的 那种感觉是心里的幽默 你心里的幽默有 你散发出来 人家才会觉得好笑 你自己一定要觉得好笑 你讲出来的东西才会觉得好笑 如果你觉得不是那么好笑 你讲出来就 就会让人家跌倒 没有人吵 老板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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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跟老板求婚说 因为我生来比较丑 所以可不可以 拜托算便宜一点 好了 OK 很佩服嘉宁一点 就是你讲笑话 你真的脸都不笑 我旁边笑得要死 结果你就很震惊 其实你是怎么样掌握 去拿捏那个尺度 因为其实你讲笑话的时候 如果你先笑了别人 那你在笑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 把那个讲完之后 那个感觉讲完 然后别人才会笑 如果你中间笑了别人会想 我还没听完 就你会打断别人的情绪 我说放眼看过去演艺圈好了 这么多美女 这么多美女 我怎么比得过人家 你要比就是最漂亮或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说 我也不可能第一名 我也不可能最漂亮 而且一看就知道 一看一站出来就超那个人 就是最漂亮 你懂那种心态吗 就是你非常 我非常了解自己 就是我到什么程度 我非常了解 我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也不是说 我刻意要变丑 是因为这个角色 是符合这样子的形象 就是你就是 你就是要这么丑啊 你才会让人家觉得说 就是有这种人啊 世界上有这么多人 有漂亮的 也有中等的 可是也有丑的啊 可是丑的没有人演 因为大家都要形象 大家都要漂亮 可是丑的怎么办 可是我那时候没有这样想 我那时候是想说 哎呦 没关系 因为好好笑 我其实我心里是觉得 好好笑 好好玩 我完全没有想说 它是丑 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这边 这边有一颗痣 然后长一根毛出来 我觉得好好笑 然后这边戴个秃头帽 或是拉力头 或是这边点好多痣 或是眼镜等一下贴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被车碾过的脸 我都觉得很好笑 有人以钟摆效应 去解释搞笑潮流 当人们都倾向 玉女行和忧郁 处在钟摆的另一方的 搞笑方法 反而可以突围而出 对于艺人来讲 你是属于天才型的 还是也是努力型的 我努力 你是努力型的 我是努力 我完全不是天才型的 我觉得努力是很重要 如果说你有天才 应该讲是天分 对 那如果说你有天分的话 再加上后天的努力 那应该就可以变天才 那如果说你是天分 可是你却不努力 你可能就变纯材 真的会 因为你东西会用完吗 你没有再补进来的话 你不努力 最后人家就会觉得 你是这个纯材 我觉得不否认 真的很多艺人 真的都非常 而且都是闷在自己家里 很用功 甚至有些人 他为了要去主持节目 他在家里用背的 他背都要背出来 他去网络上看很多字 他去网络上看很多冷笑话 他去把那些冷笑全部背出来 然后隔天他就可以用到 我觉得艺人的辛苦 真的都是在背后 那台前你可能看到 那几秒钟是好的 可是他背后 他背了多久 背了一个晚上没睡觉 所以我就觉得 艺人的努力 真的是需要被肯定 像我有一个哲学 就是老二哲学 因为我觉得人 只要活在第二名就好 因为第一名很辛苦 第一名你永远都要看 后面到底有谁会追上来 我觉得很紧张地一直看 可是第二名不是 第二名前面就有个目标 你就看着他 就跟着跑 就是可以这样子 带动自己的那个动力 对 因为你有目标 你有学习的对象 那当然第一名有好几种 对不对 有好几个第一名 那我就看第一名 就跟着这边讲 然后后面有多少人 你也不用去想 因为你前面有一个目标 那前面那个人比较辛苦 是因为他一直要往后看 那我只要往前看就好 我根本也不用往后看 那么在主持方面呢 你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自己的一些坚持呢 觉得作为主持人 什么话你是不会说的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坚持 会 我比较不会去说一些影响 青少年的话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话 是必须要负责任 那你有很多的隐私 我知道 可是我会用别的方式来 问你这些隐私 而不会直接说 你那天是不是跟那个谁 然后怎么样 那我会觉得那个是恶度伤害 那可能maybe他不想这样 那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我都会先问这个艺人说 你有什么不要讲的 对 然后我就会问他的宣傳说 他有什么是不能说的 我会先尊重这一点 然后他如果跟我说 他都可以 我说好 可是当都可以的同时 并不是真的都可以 但他有一分别 你自己要去分别 因为有时候都可以 有些还是他的痛 除非你在访谈过程上 你去勾他 你去勾他内心的东西的时候 他愿意讲你在追 可是我在追的同时 我还是不希望伤到他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 保护艺人的一个动作 所以有很多艺人他们会说 被我访问很舒服 因为我不会去伤 我只会亏我自己 我说像你身材那么好 你自己看看我 他如果他讲他不好的时候 我说没有没有 他有我一个 我在垫底 你放心好了 我就会这样安慰这个艺人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他就说你真的 我说跟我道歉 我真的只是在讲炒面话 你还当真 就是我会互亏 就是我 我刚刚是在讲炒面话 你怎么当真的起来 所以那个环节 他可能就会卸下心房 可能那一同时 他就不会那么拘谨 看见好久没见的父亲会哭 离开主持多时的节目 又会热泪盈眶 感情汹涌澎湃的黄嘉谦 当然是拍戏的最佳人才 嘉谦 就说到了你现在呢 就是演戏开始演戏了 那么其实呢 是不是这个唱歌也唱过了 主持也主持过了 演戏好像也应该给他演一下 这样不然怎么叫全方位的意义了 你怎么开始演戏的 我演过一部电影 那一部电影叫《血豆家》 然后我里面饰演的事迹 那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导演怎么会找我去演戏 这个角色 然后那个导演就说 因为他看到我的音乐录影带里面 有一个形象 很符合 他这个戏女的角色的感觉 那个气质 哪一支音乐录影带怎么会这么奇怪 就是爱金满满的这一支 有吗 那一支怎么会 没有 他不是说运营那个形象 他是说那个气质 那个样子 所以我说 所以你的意思说 我有天分当那个行业的头头 第二部 应该是第一部的电影 然后第一部的偶像剧 是 主持人 男子文 对 男子文 然后那是演女警嘛 也是非常有气质 然后非常有正义感 然后又爱上黑道老大 所以在黑白两道的抉择中呢 我也不可能跟这个黑道有任何结果 除非 除非这个黑道大哥他退出江湖 我也不要干警察了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跟他那天结婚有什么感觉 我是非常的震撼 因为他一直在抖 哈哈哈哈 因为他觉得我太僵硬了 他觉得他像亲的一个尸体 第一部的连续剧 而且是八点档连续剧 叫老婆大人 然后那一部是 是在搞笑的一个电视剧 就是比较符合我的形象 可是他又没有这么多的搞笑 他是 因为他很单纯 然后很笨 又很直 没什么大脑 可是他也深受了很多 妇女同胞 以及小孩子的喜爱 因为觉得怎么会有 这么可爱的一个妈妈 别以为在老婆大人里 他只是像平常一样的搞笑 其实他不但要扮演两个角色 更有很多突破的演出 我在里面摄影的角色呢 是一个 一个非常勤俭职家 然后又 又很会料理家里的一个人 而且他的角色是那种 大家长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因为他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 就表示说 他会起当 在民心习俗上 在民心习俗上呢 他是属于那种会 会起当的人 然后他会被神迷上身 然后替人家解决事情的一个人 那我会嫁到这个家庭呢 也是因为我的爸爸 因为我是鸡同世家 那我的爸爸是三太子 然后他被上了身 然后说我会遇到一个真命天子 然后我就去追那个真命天子 然后在追的过程当中 就发生很多的趣事 那天嘉谦已经很可怜地去 玩很多的恐怖的游戏 然后嘉谦胆子已经很小 然后他被绑在那个海盗船上面 就那种飞来飞去 然后他已经在里面一直哭这样 发疯这样子 非常丢脸 就算了 然后他就回到饭店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饭店是中间有一个门 然后两个房间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中间门可以打开 那嘉谦不知道 我跟本渝已经把我们两个房间相同 把门打开 所以嘉谦的那张床的 那个门的对面 就是我们的一张床 摆设是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嘉谦回来就跟我们说 好恐怖喔 我今天玩那些游戏都好恐怖好恐怖 然后他就躺在床上说 我要休息一下 然后他就正对看着那个门过去 就看到一张床 他就觉得这应该是个镜 然后他就躺在那张床上 然后就 我不在里面 我跟本渝在旁边就一直笑 因为他就自己下的样子 然后都快哭出来了